扁蛋長,板燈寬,板燈沒有扁蛋長,扁蛋沒有板燈寬,扁蛋要綁在板燈上,板燈不讓扁蛋綁在板燈上,扁蛋偏要綁在板燈上,不知扁蛋綁在板燈上,還是扁蛋綁在扁蛋上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雙恩 那今天呢我們帶來的是納克的刀冒險2 納克呢不是納克羅斯,而是這隻紅石的刺蝟 很大的巨型神獸 一開始講話的人呢叫盧卡斯,那我叫尚恩 這個遊戲呢是PS4的獨戰遊戲喔 當然我沒玩過第一集 那大家先來看看他的片頭 那這裡拿了一個帥氣的博士 他也有拿了一顆金娜的法球 哦,結果合成了一隻 朗博? 大朗博? 哇,原來 在第一集呢,朗博跟 盧卡斯拯救過這個世界一次 那這次呢就讓我跟初初離來拯救世界第二次吧 這次我們看到我們的城市呢已經 遭受攻擊了 我們趕緊請求支援 那盧卡斯到底做了什麼傻事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時候朗博,我們還是叫納克好了 這時候納克呢一個帥氣的飛撲救了盧卡斯 那現在說 那他們要 呃,納克要拯救世界 這裡呢我們讓 臭臭尼來交流遊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臭臭尼 這次我使用的是 藍色的納克 那我使用的是 紅色的納克 謝謝臭臭尼 那我就是 紅色的納克哦 紅白的配色呢 呃,紅黃的配色呢 有點像鋼鐵人 托尼斯大可 這裡呢我們是一個合作的模式 我們先周飛這個機器人 這時候他說呢,按下圈圈 可以擊飛 大家注意到呢,臭臭尼一直在踢我 他普攻我的時候呢 會把我的零件射出去 變成一個遠程攻擊 那 上面的沙發呢 不是 上面的大山呢 看到有這個 敵方的壞人士兵哦 遠程攻擊 我們先格擋一下哦 雜雜就會去把他周飛 兩拳就把他解決了 好,接下來 再周飛這隻 那我們繼續的破關 你們 自己拿來也是比較有分量的哦 我們先替他下盤 然後拿失去平衡 可是感覺是沒什麼用哦 那我們可以 把他盔角都打掉哦 那自己有沒有成功 最後一隻 比較小的 小魔王 那看了還有很多小魔王哦 呃,這個小魔王有點大 是比較大的小魔王 我們先使用格擋 擋著他丟過來的機車 汽車 趕緊逃命 這時候呢 我們要對水溝蓋幹嘛呢 難道是滑 呃,變小 在滑壘 呃,還是滑壘沒錯哦 這時候我們變了兩隻小納克 呃,你每個人都沒忘記呢 我們是 我使用的是紅色的那一顆 臭臭黎色藍色的 這邊 下來了兩隻小魔王哦 呃,還有更小的 我們先把他們周飛 那我覺得 T級呢,用腳的延遲時間太長了哦 因此我們就持續的使用我們的連環拳 無敵鐵拳連擊 K的話呢,我們也想學會 Luffy 海賊王的魯夫的 香蕉連環拳哦 感覺比較厲害 格林技槍哦 這裡我們成功的幹掉了這個小魔王 所謂的兄弟同心 奇地斷金 大家呢,記得要團隊合作 好好的團隊合作 任何的遊戲都一樣 這裡我們呢 可以變大變小哦 看來納克呢 是一隻比較厲害的神像 由於我們扮演的是好人哦 因此我們沒辦法傷害人類 我們攻擊四名呢 是不會扣血的哦 所以我們先變小進入這個通風口 誒,這裡我們竟然找到了一個神秘寶箱 他說是 已找到神秘寶物 看來這個是某某炸彈的零件哦 那,感覺是要收集三個才能夠解鎖 那OK 看來呢,這個遊戲就是 要去找一些死角哦 視野比較看不到的地方呢 都會藏著寶物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 變小霍羅納克非常可愛呢 一直覺得他很像什麼 可是想不起來 那這裡我們在變小 進入這個通風口 那如果透露你的距離離我比較遠呢 我們是可以瞬移他身邊的哦 哇,我這時候外面看到一隻比較大的小魔王 巨型小魔王 那我們先躲在視野後面 躲在這個影子 有空調呢,趕緊溜過去另外一個 再溜 哎呀,這時候臭臭你有點 在外面哦 我們先等待一下,耐心的 在耐心的等待 快點轉過去啊你 好,這時候我們趕緊衝 封 好,成功逃脫 OK,沒問題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變大了 變成巨型的3.7米的 大納克 那由於我們是 第一次玩這個遊戲哦 這裡我們指的是我跟臭臭你 因此有時候我會搞亂我是哪一隻哦 紅色的是我,藍色的是臭臭你 我們打下,打爆這個巷子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體型哦 好像是的樣子 這裡只要我們在飛彈飛過來之前呢 我們使用LE 就可以把那個攻擊反射回去 基本成功幹掉一次 有點像打乒乓球的感覺哦 我們先打爆這個 電線桿 讓下方的人沒法看電視 他跳 原來我們還可以在空中旋風 那自己說是要下去哦 這個遊戲呢 只要不是兩個人同時死亡的話呢 都可以復活哦 我好,這裡呢還是大機器人 把我們攔截 我們先給一個小魔怪 一個鐵拳 成功摧毀這個小機器人 那這邊我是想要看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撿寶箱哦 這邊想要可以來探氣 我們竟然被守在裡面了 好,這時候我們來到了一個 敵人的基地 打爆這個比較特殊的箱子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體積變大哦 這時候特殊也拿了一個 飛馬腿 我們也不甘失落的給敵方一擊鐵拳 成功摧毀敵方兩隻小怪 自己衝出了四隻小人哦 其實不是他們的小人 而是我們太大了 我們這時候呢已經 快三米了 非常巨大的 魔像神獸 我試試看變小可不可以揍他哦 原來不能 少知道就不要浪費力氣 我們趕緊去追上那隻小小隻的 給他解拳 好,這邊成功把他幹掉 看來這時候呢 小魔怪已經沒有辦法阻攔我們哦 那拖拙泥這時候變得有點小隻哦 有點可愛 打爆這個黃色水晶呢 可以增加護甲值 看來全部水晶都給拖拙泥就好了 因為我是呢不會受到傷害 呃 呃 那我們先來吃吃水晶 然後再跳過去 這裡是這裡展示了一下啊 飛機 飛毛腿哦 那讓他吃水晶之後呢 我們趕緊移動 哇哦 哇哦 那這裡我們成功抵達安全的地方 上面一個繩索哦 我們現在只用繩索滑過去 啊,這裡怎麼看起來沒什麼路哦 哦,原來是要一起把這個門打開 啊 那這裡我們吃了很多這個 碎片哦 我們這時候已經來到快5米3 非常巨大哦 那這麼大隻呢 我們就可以隨便秒殺 這些小兵 這裡也來了這小魔王 我們先隔擋然後來攻擊 隔擋之後呢再持續的輸出 給他擊發無敵鐵拳 然後整個把他擊殺 注意到上面還有幾隻小人哦 那這裡我們來到了市中心 據說想要賺錢就要去到市中心 上面很高的塔呢 站了一個小魔王哦 我們舉一台車去丟他 那丟了三台呢 他還沒死亡哦 可是沒關係 那這裡我們拿這個車子呢 來丟他們 成功搞定 這裡我們讓初初你來練一練這個反射哦 呃 呃 看來有點難 那我們受不了直接把這個車子把它砸掉哦 竟然欺負我們的臭臭你 這裡還有一個小魔王在上面哦 我們先拿車子丟他 他受不住了 你們幹嘛拿車子丟我哦 就跳了下來 我們先去到後面偷襲他 我們現在身高有五米多哦 他還比我們高那麼多 看來他有快十五米 我們先把他鐵拳格擋著 然後再持續地攻擊他 然後最後呢 比較順利地擊敗這個小魔王 這時候我們竟然可以升級哦 學會新的技能 我們來看一看 離開起極速之路 我們現在學第一個技能 反正現在只有一個技能點哦 就學會了爆帥 就是如果跳起來的時候再往下呢 可以造成一個範圍傷害哦 然後這時候回到了工地現場 來了三隻小魔王哦 比較大隻的 可以看到呢 人類像小螞蟻一樣哦 代表他們真的很大隻 這時候呢 那個說 嗯 我知道了 他知道了就跑了一個 比較奇怪的地方 我們現在找了這四個小兵 來試我們的技能哦 就是跳起來再往下壓 把他們砸碎 看來傷害沒有到很高哦 一次是沒辦法秒殺他們的 這邊呢 我們先把他們飛彈反射回去 在適當的時機使用格擋就能射回去哦 看來這時候我們要變小一些 然後 這看起來非常簡單的 小關卡哦 呃 呃 呃 這裡呢是一個意外哦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先變小隻 我們先變小隻 然後再跳過去 通常呢我們是不會犯同樣的食物兩次以上哦 我們這次比較謹慎一些 慢慢的慢慢 好 這次比較順利沒壓力 這裡我們再變大一點來打架 我們學會信心呢就很想要試試看哦 試過之後呢 發覺他也沒有想像中的好用 呃 這裡的重頭戲要來咯 有一顆wrecking ball 準備上 先把這個鐵拉上來 原來我們需要的是鉤子哦 那我們先來看戲 我們先來看戲 是呀 我跟湊湊泥一起合作的哦 那進三隻小魔王準備受死吧 漂亮 還有嗎 這次我們先變小 準備 喔 強行凱智他的方向 好 直接命中 爽 看來納克呢也是有 演動作電影的戲吧哦 這次再來一個漂亮的躲過 再來直接命中 酷 那納克呢成功救了所有的四名的一命 大家都非常開心哦 那我們來繼續我們的納克大冒險 這次我們走在四中心的街道哦 依然呢四名是無敵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傷害他們 看來他們這麼無敵也不用我們去救哦 那這裡後面看到一隻非常鋼彈哦 非常帥氣 紫色發光 大天使翅膀 該帥的條件他都有了哦 呃 他這麼帥竟然一腳踩我們的納克 這裡呢故事來到了六個月前 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吧 那這台滑翔飛機呢看起來不錯哦 車上坐著的是努卡斯 跟納克 鏡頭髮這個呢我就不認識了 好大箱叫萊德 好緊張 我把她放下去 看來他們是星期六要來踏青喔 我們來看看發生什麼事吧 喔這裡呢NAC帶來了他的碎片喔 你碎片呢就可以變成大致的NAC 這時候呢變成一隻中年的 青年納克還是少年納克 比較小隻一些 我們先到處逛逛看有沒有什麼水晶 還是寶石之類的 那戳戳尼呢一開始看到這個這麼大的世界 有點興奮喔就到處亂跑 那當然我們也是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寶箱還是寶石 這邊我們找一個密道喔 要先變小才能進去 那狗蛋呢找到一個隱藏寶箱 我們繼續的移動 繼續我們的探險吧 上面有一些水晶 這邊呢我們再練習一個連招 然後就趕緊的繼續破關 看他的東西都要破壞一下喔 感覺都有東西可以撿 這兩個人類呢他怎麼就到了喔 我們剛剛沒看到他 他們也能滑過來喔 果然是厲害的冒險家 我們先看看周圍 那自己來了兩隻 海鮮喔 我們先把他們擊殺 他還是比較脆皮的喔 一個拳擊就可以搞定 那我們在後面呢看到一個隱藏的地方喔 我們先變小 看看有什麼隱藏可以撿 那這裡先讓周圍離村離過來 呃由於他太大隻呢是站不上來的 要先變小 那這裡我們果然開到了一個隱藏的寶箱 累積了很多藍色的東西 當然不知道它是什麼嘛 可是沒關係應該等等就有用了 那這個樓梯呢看起來很小的圍欄喔 那這個樓梯呢看起來很小的圍欄喔 但其實我們是跳不過去的 這裡看到一個村民 村民先生你好 我們 我們 先來過一些 比較關卡的 破壞模式喔 這裡有很多的機關 那我們先試試看 你看 如果我跟周圍離村一起掉下去呢 就會死掉喔 但如果只有一個人死呢 是會復活另外一個人的 這裡我們先變小 等待機會 唉唷 這裡還有周圍離村民還在 我們再試一次 準備跳 跑跑跑跳 好成功 喔 這裡有很多翹翹板喔 我們看也沒辦法跳上去 看來呢 踩是沒用的喔 我們只好先走到中間 等這個板呢 往前向下的時候 嗯 還是有點不夠喔 那我們再讓這個板再下一些 趕緊 上 搞定 那這裡有沒有拿到什麼呢 我們又收集到了一個 零件的碎片喔 瞬間傳送裝置 嗯 不錯不錯 感覺呢 收集到這些比較 隱藏的寶藏呢 對我們的探險會有一定的幫助喔 我們繼續的闖關 這時我們要小心這些機關喔 哇 感覺我們都要掉下去 哇 感覺我們都要掉下去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復活 先等一等抽抽泥 然後再一起跳 呃 那 但只要有一個人呢 我們就不會真正的死亡喔 這邊我們先來開一開路嘛 趕緊過去 趕緊過去 那 這裡又是更多的機關 我們先讓搜索尼在旁邊等我們喔 我們再往前衝 好 這裡找到了這兩個非常厲害的人類喔 好 他們不是怎麼了就到了那邊 那我們繼續的闖關 那 這裡找來一隻小哥布林喔 好 雖然很小隻呢 可是他非常兇 哇 這裡來了一隻他的老大 使皮膚有點黃 小哥布林跟皮膚有點黃呢 再跟我們打架起來喔 由於皮膚有點黃 他的攻擊力很高喔 我們要合作一直攻擊他 並且盡量的躲過他的劍 那這邊全部把它搞定了 我們先去這個房子裡面看有什麼東西 我們注意到窗口後面有一個黃寶石喔 那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進去 那 這裡這搜索尼竟然跳得進去喔 我們趕緊跟上 那 砲券裡面還有一個 隱密的地方 那 這裡我們再次找到一個寶箱 是一個 熱藏石炸彈的零件 玩動作遊戲呢 找到隱藏的寶箱 感覺特別爽喔 我們這裡回到路上 繼續的過關 看到了 拿弓箭的哥布林 我們先把他的弓箭反射回去 我們先把他的弓箭反射回去 然後再把他揍飛 然後再把他揍飛 那 果然呢 路卡斯跟他的朋友 他叔叔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先解決了這些小哥布林 然後拿個黃色寶石 繼續的過關 這邊需要先變小 這個有點難挑喔 我們跟哥布林達呢 要先葛擋他的攻擊喔 等他的空檔之後呢 再給他無敵鐵拳 就像這樣 看來這個布林呢 是叫我們不能異位的攻擊喔 要適當的格擋 防守呢 才是更好的攻擊 當然也有人說 攻擊是更好的防守喔 這個是看大家的喜好 這裡我們來搭個電梯 我看看右邊呢 有沒有什麼東西喔 結果發現沒有 這個門是跳不過去的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裡有更多非常好玩的機關 這裡有更多非常好玩的機關 一起跳 變小 再跳上去 好我們輕鬆搞定了一個 準備跳 這邊要小心 這裡要小心 更多的機關 那 這裡就說你呢 他竟然原地跳來跳去喔 那 那我們 只有讓他乖乖的走 再傳送過去 呃 這裡我們竟然錯事情來主導喔 好 這是我們順利吃他的這個 寶箱 這個遊戲呢 是可以瞬移的喔 只要我們的夥伴還在呢 我們就可以瞬移到夥伴的旁邊 我們繼續花繩索 好 這邊有更多更難的機關 是一個比較考驗默契的遊戲喔 很適合跟家人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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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裡比較近些 這個動作闖關遊戲呢 這個動作闖關遊戲呢 他的冒險要素還是比較多的喔 這個動作闖關遊戲呢 我們上天天梯之後呢 就看到兩隻 這個動作闖關遊戲呢 這個動作闖關遊戲呢 我們先解決掉這個拿劍的 我們先解決掉這個拿劍的 OK 成功幹掉一個 個人一隻小的跟大的都解決掉了 這時候我們也是時候變小 繼續往前移動 好 果然旁邊呢 就有一個寶箱 看來這個是要變小才跳得上去喔 我們現在解決掉這個 攻守哥布林 我們現在要再次長大了喔 已經長大了快1.7米 哇這個 竟然是一個傳送水晶 玩過暗黑破壞神的朋友們呢 應該不會對他覺得 摩斯恩 非常的帥 我們再試試看傳送 來 趕緊繼續玩冒險 這裡看到兩隻呢 會射人的蜻蜓喔 我們先把周圍的水晶拿來拿 然後這裡是一個非常綠意隱藍的 森林 這邊我們利用這個傳送石頭呢 傳送到另外一邊 這邊要注意呢 是很多的 一次性的陷阱喔 那我們先把他的弓箭打回去 看來他們的克布林的攻擊力還是非常高 你知道嗎 好 哇喔 這個是 猴子納克 我們剛剛打死了一隻假蟲 嫖蟲 這裡我們來幫我們的朋友 把這個 克布林解決掉 嗯 這裡呢 是沒什麼東西的 我們先使用這個平台 跳上去撿個水晶 然後再把這個平台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哇 這裡我們來了一個無敵模式喔 好像在無敵時間內呢 是不會受到傷害 在無敵模式非常爽喔 可以一直的攻擊 那這邊我們把他們解決掉 這時候呢需要一些比較 基本的解謎 我們先開門 趕緊讓撮鬆尼過去 然後再使用瞬移到他身邊 外面看到有兩隻非常惱人的 會噴射的蜜蜂蜓 蜻蜓之類的昆蟲 這邊我們先讓撮鬆尼在右邊 幫我們打開 把我們在邊小跳上去 這個有點難跳喔 不知道撮鬆尼是如何 每次那麼輕鬆的跳上去 接著我再打開第二個門 讓撮撮鬆尼趕緊跑過去 好夠 噢變大了 果然跳上去喔 然後趕緊瞬移過來 然後這個門感覺快要掛了喔 我們在一個連TT的柏油路上 結果我們瞬移突破這個關卡 這邊我們來合作抬石頭 飛進了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成功把這個路障解決掉 這邊我們來到一個 原始的森林 發現了很多哥布林大軍喔 我們先擋掉他們的攻擊 然後再注意把他們解決 最後剩下一個弓箭手 最後剩下一個弓箭手 成功把他彈飛 這邊發送一個傳送門 那這邊我們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喔 很多石頭的器官 打破石頭之後呢 發送一個可以拉出來的階梯 我們先讓搜索泥把它拉出來 那打破這個小石頭 增加我們的身高 好 持續的變大 這邊看到兩隻哥布林 我們先合作把他周飛 然後這裡我們要變得更大 這裡我們先變小 跳上去那個 好啊 這裡我們變小才可以鑽進這個門峰喔 柵狼抽出你瞬移過來 來 這一發就很多機關喔 上面還有攻守哥布林 成功把他解決掉 沒問題 好啊 在後面呢發掘一個隱藏的寶箱 好啊 這邊我們發掘一個傳送的裝置 然後就是連TT的路 我們發掘跳起來呢 是沒有辦法擋過這個弓箱的喔 我們這邊變得有點小隻 先把這個哥布林解決掉 這邊還是一個會射人的蜜蜂 看來又是更多的解謎喔 我們先把這隻手拉出來 讓周索尼過去 自己跳出一隻哥布林喔 那我們先把他殺掉 還有一隻小哥布林 輕鬆沒壓力 盧卡斯跟他的叔叔呢 果然是很厲害喔 走出森林之後呢 我們發掘一個遺跡 哥布林的金字塔 我們看看是怎麼回事吧 前往廢墟 第二點三張 這裡我們先合作 擊敗這個哥布林 這裡我們先合作 擊敗這個哥布林 呃這個門關了起來 呃那顆呢 小那顆一個 傷心的搖頭 唉唷 我們自己先跳上來 看看有沒有什麼解謎要素 喔 現在我們 飛上來把我們的 零件呢 先收集到身上 再把這個機關拉出來 來 那這裡就從尼斯塔拉上去 我們自己變得更大 已經到了兩米的喔 這邊我們來拉死相 我們先試試看 你跳不跳上去 我跳 呃 這裡有點太高 那我們就轉移目標 我們要先變小 再跳 OK這裡我們 拿來更多零件 可以變得更大 這邊我們先把這個門打開 然後双双尼 趕緊把這個 比較高的 腳踏實呢 拉出去 好 然後 我們進來這個 密室呢 看看有沒有其他寶藏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的闖關 這邊我們先把這個石頭擺好 這邊我們先把這個機關拉去另外一邊 然後狼索尼開門 這邊呢 這邊呢 靈屋跳出來叫我們顯示提示喔 我們是不需要提示的 因為呢 已經猜到了 他是怎麼走 那我們去按按看 結果跟我們想的一樣 試試看跳不跳得上去 好我們終於解開這個 比較多重的謎題 接著繼續往前進 我們跳了下來 發掘更多的哥布林戰士 跟小哥布林 好一個完美的團隊合作 成功的把它解決 我們進到周圍看看有沒有更多的 寶箱跟 喔 進去跳得下去 我們現在解決他的哥布林攻堅守 然後找到更多的零件 變得更大 我們這時候已經來到的快要 2.6米 2.26米 在這附近探索一下 看有沒有更多的寶藏 那我們繼續回到剛剛的地方去闖關 OK 靈屋他說我們 習得了新技能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技能吧 一個是閃避速度提升 一個是多重拳擊 靈屋絕對是多重拳擊比較帥氣喔 我們毫不猶豫的 他說只要壓著正方形 我們來試試看 果然很帥喔 那我們來繼續闖關 看來這個是有點像跳跳板喔 需要兩個人的重量 這邊我們要先變小喔 再跳上去那個 小台階 OK 這裡我們再次找到了一個隱藏的寶箱 我們打開它看看是什麼吧 OK 這裡我們找到了 另外一個瞬間傳送的零件 不錯不錯 我們繼續闖關 自己來到了一個經濟場喔 感覺馬上就一場二戰 那這個門果然關了起來 哇 來了一隻比較帥氣的 哥布林 那看他的攻擊是無法格擋的喔 只能靠閃躲 那 我們持續給他終擊 先把他的盔甲打掉 然後跟周圖尼合作一個遠程攻擊 然後最後敵方生氣了一個帥氣的 地震 然後這時候被掐成碎片喔 可是馬上可以復活 復活後呢 我們先去偷襲他 從到後面給他中拳 這邊 這裡成功的解決掉一隻 這裡成功的解決掉一隻 這真的是小哥布林 這邊來了更多的哥布林 可是我們也有無敵水晶喔 那這時候我們吃了無敵水晶 趕緊給他們一個連續的地震 跟無敵鐵拳 這邊雖然無敵效果消失了喔 可是我們也成功了擊殺敵方的 綠色的哥布林 這時候來了幾個黃皮膚 先優先擊殺敵方的射手 好嘞 給他們一擊中鐵拳 然後順利的突破這個競技場 那這時候呢也是玩得不錯 這裡找到兩隻黃皮膚 先給他一個無敵連續鐵拳 我們繼續看看 有什麼地方可以過去 來這裡我們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過去 右邊看到一隻比較厲害的 裝甲哥布林 打大鎚 哇這個 哥布林呢 他的地震的攻擊範圍還是比較長的喔 最後出出你一擊 多重連續鐵拳把他提示啊 這裡我們先變小 跳上去這個小台階 然後看到一隻小哥布林 這邊我覺得 另外一邊可能有隱藏寶藏喔 我們決定過去探索一下 那果然發覺一個小洞 我們看看我們這樣獲得什麼 竟然是瞬間傳送這樣子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繼續往前走 發覺很多嫖蟲喔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把這個石箱拉起來 一二三 果然是大力的 嗯 可惜的是這個曼藤 承受力不夠喔 那我們試試看別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變小 嗯 接著往上跳 嗯 所以我們先下去打開這個機關 開啟這個台階 開啟這個台階 好我們暫時順利的來到了上面 看看左邊有什麼 這邊找到一個隱藏寶箱 這藍色的是經驗值喔 累積到一定的經驗值呢 我們就可以學習新的技能 這裡呢有更多的重力裝置 看來下面是沒什麼 只有一個傳送的 傳送門 我們先傳送上去 先收掉這個瓢蟲 嗯 這個門又關了起來 可是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走 中間的石頭看起來是一個可怕的人臉喔 我們成功跳上去上面的平台 看看這個 瓶瓶罐罐的打破 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這裡 湊瓶一直在踩我喔 我先幫他打開機關 我先讓他湊瓶泥推我過去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OK 沒問題的 右邊看來一個寶箱 那我們再使用這個傳送裝置 來到了這個密室呢 有跟著我平民剛關喔 本來更大的體積 好 好的 現在我們順利的來到上面的平台 好可愛 小納克呢 果然非常可愛喔 那個牙齒尖尖 也有 融融的眉毛 好可愛喔 所以我們先變大跳上去 然後再變強踩上面的小台階 那我們順利來到塔頂喔 非常的高 好可愛喔 看來有納克準備帥氣的開秀喔 我們跳 抓著鏈子 我們帥 一個泰山上身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成功綁到這個斧頭 非常帥氣喔 成功綁到這個斧頭 成功把這個 神像 拉陣 那有沒有跟我們納克很像呢 非常帥氣的一連串動作 原來他是馬路 我們的傳說中的大英雄 那這裡還有叔叔呢提到了高等哥布林 聽起來是很厲害的假設喔 說不定我們未來有機會可以遇到他 那今天呢我們納克大冒險2就暫時先玩到這裡 有意思是我第一次做這種比較動作冒險的遊戲喔 大家的意見呢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有任何意見建議或者問題呢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尚恩我們下次見 掰掰